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美国国务院亚太附助亲戚APAC资深官员马智修AIM Matthew J.Matthews今天营邀访台,此为马智修上任后第五度来访,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并相信马智修大使来访有助持续深化台美双边关系。 马智修自2015年接任美国国务院主管澳洲纽西兰及太平洋岛国事务副助亲,一位APAC资深官员,此行事上任后第五度访问台湾。 外交部与美国在台协会AIT今天同步公开讯息,外交部说明马智修在台期间将带回我政府相关部会及商界人士, 旧台美经贸关系及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 AIT则进一步说明马智修大使此行事先赴巴布亚牛几内亚末士比党参加APAC资深官员会议会后访台进行例行资商与台湾当局代表会面。 旧今年APAC优先事项和其他美台共同关切的经贸议题交换意见。 马智修为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曾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洛克里尔,Admiral Samuel Locklear的外交政策顾问, 另于1989及1998年两度派驻台湾,分别担任科技官及经济组副组长,熟人亚太区域事务与经贸议题。 外交部表示相信马智修大使来访有助持续深化台美双边关系。